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只用了DML 结果一记就记到了玛丽 这个非洲的玛丽是俄罗斯的盟友 等于是美国过去 已经将近十年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新闻 把美国国安单位寄给美军的机密新闻 白白的就送给了俄罗斯 西北内陆国 玛丽 单纯因为人为疏失 物质 网易名称 而且这个错误还持续长达十年 都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荷兰创业家 祖比尔发现 他的公司2013年 承包管理玛丽的国家域名时 很快就发现不少邮件 发送到不存在的 玛丽.ml电邮信箱 他当时架设系统 收取这些电邮 惊觉这些电邮 应该是要寄给 .mil的美国军方邮箱 而且电邮数量之多 导致系统超过负荷 他便停止收取这些 物质的电邮 并速度尝试警告美国政府 担忧触及美国国安机密 他还寻求法律咨询 以防万一 美国的黑色直升机 降落在我在后院 主比尔在2014和2015年 都曾警告美国政府 军方电邮物击的问题 但都徒劳无功 有鉴于2023年7月上旬 他的承包合约到期 马力政府接管国家域民 将能取得这些物质的电邮 朱比尔再度尝试 最后警告五角大厦 他从2013年1月 开始收集物质的电邮 共近11.7万峰 以说服美国当局 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他警告与美国敌对的国家 可利用这些物质的电邮 窃取美国国安请资 CNN reviewed some of the emails that were sent and many of them were spam and pointless and not harmful in any way but there were a few that we saw that certainly the Pentagon wouldn't want anyone on the outside seeing included hotel reservations for the army chief of staff in Indonesia for a trip they took to May in May to the capital of Indonesia in Jakarta 虽然大部分物件的电邮 都不是机密文件 但部分电邮包含 美国军事基地的照片 人员名单和视察报告 取得五角大厦文件的密码 还有官员的出访行程表 护照号码 财务报告和医疗记录等 掌握这些秩序 有心人士 就能建立美国军方人员的 个人档案 以金钱利用 或利用对方的弱点威胁 进行策反 以取得五角大厦的请资 但问题在于五角大厦 无法挡下从美国军方域名以外 寄出的电邮 像是承包军方厨房事务的旅行社 就常被发现 拼错电邮王子 或是五角大厦员工 用私人电邮信箱寄送邮件 也是一大安全漏洞 还有澳洲国防部寄给美国军方 说明F-35战机捕食问题的电邮 也呈物济荡玛利 五角大厦也坦纯 他们无法控制所有人 都打出正确的军方电邮王子 人为物质已是一大隐忧 偏偏物济的国家 马力和俄罗斯关系匪浅 马力军政府 每个月支付近1100万美元 给俄罗斯佣兵瓦格纳集团 为军政府提供安全保障 镇压与政府敌对的 伊斯兰武装团体 瓦格纳首领普里格金 在短暂兵变后首度露面 7月19号发布的影片显示 他仍在白俄罗斯 告诉其成员 先在当地养金蓄锐 已展开在非洲的新旅程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 先前也表示 兵变并不影响 瓦格纳在马力提供的服务 显示马力依旧高度仰赖 俄罗斯的庇护 现在接管国家域名的 马力军政府将能收取 物质到马力王子的 美国军方电邮 增加俄罗斯 窃取美军资讯的机会 全球军力排名第一的美国 其安全缺口竟然是出在 以自知差 认为失误 无疑是美国最大的安全隐忧